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是五点多少 五点刚刚睡醒 然后今天准备的是要去这个服浅 所以拿了服浅的设备 然后也是排得非常满的一天 本来以为十二点睡五点起会特别累 但其实现在哎呀意外的还挺兴奋的 加拉帕克斯岛的清晨 第一缕阳光 超级美 朝阳里的少年们 今天早上挺冷的 对 没关系我们上路要脱钩 上路要脱钩 你先把那个蟹啊 是你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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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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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就是英文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beginner's luck 就是beginner's luck嘛 就是什么事情第一次做的人会莫名其妙的运气特别好 对吧 然后我们两个beginner's luck加起来简直无敌了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沙鱼对它本来藏在一个礁石下面然后后来它又游出来游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得到看到了沙鱼然后看到了企鹅捕鱼就是企鹅会在水面上面飘着然后会突然哗然后扎进水里面然后扇着小翅膀然后去捕鱼然后那个鱼群就会散开就会和这个企鹅就是像跳舞一样就是一松一合一松一合 非常美还看到了那种小鱼的鱼群真的就是在阳光下面闪烁着真的特别 当然因为水也比较冷所以我在下面是那种冷的发抖然后也激动的发抖然后也说不出话来也喊不出来也没有办法做表情 真的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我觉得感觉能来一次然后把我第一次潜水体验献给家岛真的是太太幸运了 然后后来我还看到了海狮对然后也是就是海狮在这个水里面游泳嘛就是整个身体流线型非常顺畅觉得他们在水里游的那么那么优雅那么美 然后刚刚下去的时候因为是我第一次潜水嘛然后也没有其实没有教练告诉我怎么怎么打水或者怎样 就是完全真是放飞自我就是放鸽子式的学习所以一开始还挺吓人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在水里面保持漂浮状态 然后也呛了很多口水我现在整个嘴都是那种咸咸的麻麻的因为海水很咸 所以就是一边呛水然后一边调整面镜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太淡了 现在身体还太发抖了让我稍微冷静一会儿然后去吃个饭吧 吃完饭后我们登上了巴尔托罗美岛 一上岛就看到这只可爱的小海狮仿佛在门口迎接我们一样 不仅镜头感十足摆pose的能力也是超一流 巴尔托罗美也是一个火山喷发形成的岛 七月上旬正值旱季的开始 可以看到岛上的植株也正在褪皮 变成干枯的白色样子以抵御干燥的冬季 这些植株相互之间距离比较远也是为了充分吸收周围稀缺的水分 巴尔托罗美岛同时也是最适宜观察熔岩熙翼的地方 它们体型娇小行动敏捷 保护色使得它们不容易被发现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植物就是它们的食物来源 眼前的这一只是一条雌性熔岩熙翼 根据脖子的颜色很容易分辨出来 雄性颜色深多为赤色和黑色 雌性颜色浅多为橙色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雄性追逐雌性的场面 它们会做一个类似俯卧撑的动作 那是在求偶过程中吸引雌性 随后我们登上了岛的最高峰 在这里可以俯瞰苏伊望海湾 这个仿佛鲨被骑一样的巨石就是巅峰石 也就是刚才我们寻找企鹅和潜水的地方 从此以后我也可以说 自己是在加拉帕克斯岛的巅峰石下学会了潜水 怎样是不是很帅气呢 而在山顶我们还有幸记录下了蓝角尖鸟冲入水面捕鱼的画面 它现在还在盘旋着寻找目标 再等一下啊 再坚持一下下 很快就来了 马上马上马上 最后离开巴尔托罗美岛的时候 这只海狮还躺在这里 合着你一直都没动啊 好今天是7月4号 这个4th of July是美国国庆日是吧 然后我的膝盖情况是这样的 我的妈呀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主要是这个真的不是说给大家抱怨说 哎呀我们工作好辛苦 伤了这么重是吧 我一点都没感觉 我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磕的 就怎么磕得这么厉害 摁着也不太疼 就今天干嘛了 怎么就成这样了 可能就潜水的时候 就是膝盖着地趴在礁石上 可能趴了一会儿 但是也没有说撞上去或者怎么样 哇这个膝盖 这个看着非常唬人啊 真的大家不用心疼 不是很疼 没疼 没感觉到疼 但是 看着挺吓人的 以上就是我们在加拉帕克斯群岛第二天的冒险 感谢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irsiniz 待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